1927年大革命失败,一个叫夏斗云的师长功不可没,蒋介石叛变后,武汉正佛骑兵讨奖。 但是,驻兵湖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云,突然出兵进攻武昌,引起武汉正佛矛盾加剧,陷入内外交困之中,随后宣布清党,明海河流,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失败。 那么,这个祸首夏斗云后来结局如何呢?夏斗云,他后来的人生非常有意思。 夏斗云把兵进攻武昌,结果被叶挺打败。 尽管如此,因他为明海河流立下了大功,他被蒋介石升为第十军军长。 1930年,中原大战爆发,夏斗云为第21陆军总指挥,在山洞与延西山两个师加一个炮兵旅包围,苦战越云,坚守支援军赶到,一举击溃延军。 此战,动摇了延西山的整个防御,使得延西山全军大白。夏斗云又为蒋介石立下一大功。 中原大战后,夏斗云回到湖北处任务武汉警派总司令。 他隐心大增,寄觎湖北省主席。 刚好武汉遇上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,死人无数。 省主席和承轩熟视无睹,为日沉迷酒夜之中。 夏斗云缩使地方身伤,向南京控告和承讯随境无防,防洪失职,还指使败和革职的省政府支援刘维新等人,去南京散发传单,隶属和致恶无数,过恶万端的罪状。 恰好行政院长汪精卫,也对和承讯不满,于是将和撤职,夏斗云如愿地当上了湖北省政府主席。 时之夏斗云当上省主席后,时刻担心和承讯报复。 因为,和承讯被撤之后,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处恶随境主任,仍然是全在握。 一次,蒋介石和宋美丽,来到了武昌小住。 为了赶走和承讯,夏斗云不失去境界,每一次都要哭死和承讯,如何处处与他为难,妨碍他施政,云云。 一次,他尽不顾尊严,以把跪在蒋介石面前,提起陈词。 他的举动,不仅没有打动蒋介石来,反而引起了这样的反感。 就在夏斗云下跪的第二天,蒋介石亲自主持湖北当政军6月参加的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,大发雷霆说, 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,任意宰割,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。 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,你们不但不好好的干,反而相互攻减,成何体统。 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,省当部委员也无耻。 怪不得人家说,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老,真是难差之急。 蒋介石一顿臭骂,使下斗云当场就下不了台。 蒋介石骂省主席,手把部委员无耻,人们只是当为笑柄,但骂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老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于是,湖北籍的军政要员纷纷议论,说蒋介石身为领袖,出言无状,侮辱湖北人,意见很大。 事后,蒋介石也觉得自己一时冲动,脱口而出,有事关威和身份,于是,派夫人宋美龄出面,开了一个大型茶话会,招待省府,省党不及一些社会上层原时,说了不少好。 好湖北人的话,算是赔礼道歉。 这一场九头鸟风波才平戏。 蒋介石骂夏斗云,差点把自己套进漩涡,更是恼怒不已,没多久,就以剿匪兵力不足为由将夏斗云的第十三军调离武汉。 夏斗云于是就丢了兵权。 兵权技师,省主席自然岌岌可畏。 果不其然,没多久,蒋介石的三省剿总秘书长杨永泰,突然打电话问夏斗云, 湖北省政设计委员会是根据什么法令成立的,是否以报中央贺准。 这个委员会是夏斗云担任省主席时为了稳住宝座,听从穆斌的建议,招邪那时,在编制外自行舍制的。 他将当时所谓的社会选择都劈了委员,每月支付不少的车马费。 夏斗云被杨永泰一问,仓族之间不知所措,只好含糊其词地说, 我查查,再告诉你。 杨永泰在电话中立声说,这是委员长命令问你的,请你注意。 说完,变他的一声,挂了电话。 夏斗云见识不要,立即写成文,向展介石汇报此事。 几天之后,他就被南京行政院批者辞职,从此当了选人。 1943年,国民党召开五大,夏斗云好不容易当上代表,可有希望当中央委员。 由于CCC操纵选举,他还设落选。 同时落选呢还有刘湘、熊世辉等军政大员。 蒋介石因为要拉拢刘湘,将陈丽夫冒了一顿,将刘湘,熊世辉不尽,而夏斗云仍在补选名单之外。 他极为沮丧,百般无奈,应厚着。 脸皮去要求老对手和陈迅说笑。 和陈迅爱于情面,在蒋介石和陈丽夫前,为他竭力疏通,夏斗云才当上中央委员。 夏斗云政坛不得意,在秦场也不得意。 他本来有一妻二妾,最宠爱的是阿姨太太王锦兰。 他把自己的全部金银珠宝及外国银行存折交给他保管。 谁知这个王锦兰在南京结识了党国洋人朱家华,经常与他出入台场,母亲,私会日交,两人勾他成奸。 结果,王锦兰席卷夏斗云的所有据款,资本到朱家华家。 朱家华把他藏在密室。 一年后,两人突然宣布结婚。 朱家华夏斗云期的凸写,准备与朱家华一拼。 可是,姨太太这种婚姻关系,在民国得不得法律保护。 朱家华又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,宣传部长,浙江盛主席本职,来头很大。 夏斗云期归绩,最后仔细衡量,耐之不合,只好自认党媒聊事。 1949年,武汉解放前夕,他在进步力量影响下,一度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救济委员会筹建工作,并在布告上签名。 5月,武汉解放,他还担任过武汉治安委员,可他认为自己一生反共,还是害怕,又经上海去了香港,这儿去台湾,蒋介石要追究他通斐失岁,吓得他连夜上船,又偷偷跑回香港。 以后,他在六国饭店以星下为业,专门为人占卦,算命。 1951年,夏斗云在香港病逝,十年六十七岁。 1951年,夏斗云在香港病逝,十年六十七岁。